各位上司 各位法師 各位同門 大家早安 剛剛開始的時候 聽這個林妙上司 他講這個 工德會 香港法官工德會 開案 一直到籌備這一次的 大法會 我從佛這個聽到了 只聽到一個字 聽到一個字 他講得很婉轉 很婉轉 很有善意 很有善意 也很有這種意願 大家 令大家一個法心 就發現了 只有一個字 這個 這一個字 講起來就不太好 他現在講 就是大家明白就好 這個是這樣子的 其實 你要做免費的事情 大家隨意免費的事情 難免這很困難 難免都有困難 他剛才講著 大家去參加這個法會 他們還有免費的甜點 免費的這個頂熱 給大家吃 我在想 不太可能 免費 免費入場 還有免費的一餐招待 哪有可能的事情 哪有可能的事情 我就是要聽下面那一句 下面就會補充 這個 大家知道的 隨意供養 但是 不能少於成本 這個金錢的事情 我覺得在三個世界 都是需要 是需要 今天呢 你要發展的狀態 一個 像一個媒體 傳媒 要做仙傳 你沒有仙傳 不會有人知道 他做這個 這麼大的 就是七層樓高的 這個文仙的怎樣 那是要發很多 就掛一天 就是一天的錢 這個是需要 那你租場地 一定像今天這個場地 當然也是一樣 這個明天的場地 都是很多錢 他剛才又跟我講 很多很多的 知道 我最不喜歡講這個 但是他們每一次主辦單位 最喜歡講這個 就是 但是呢 我覺得啦 我們當然做一個 中國中文地質 扶持法會 基本上 我們必須要做到 在沙波世界 我覺得是 一種必須 而且是一個支持的一種力量 一種支持的一種力量 這個要看大家 內心的發心 自己的發心 還有 你必須要是 翻喜 翻喜 發心 不用勉強 很多事情 我是不喜歡勉強 就是 你很翻喜 做這一次的發心 這是可以的 翻喜做這一次的發心 那 我也希望他們 將來能夠幫助 中國大陸的教育 這個學校 在比較偏僻的地方 設立學校 教育 這個是很大的事情 這是很大的事情 然後我們這一次的法會 就大家 讓大家 翻喜 跟翻喜 兩個在一起 就是說 你有能力 你可以翻喜 翻喜 你沒有能力 你盡自己個人的一份力量 就可以 盡你自己的依賴 但是不要勉強 有的人說 我歡喜 但是我沒有能力 那你不要 我告訴你喔 有人翻喜 他就忘掉自己 忘掉自己 他在意脈的時候 喊得很大聲 他突然之間 他已經忘掉了 一切都忘掉了 等到他醒過來的時候 就痛哭流涕 希望不要做這種事情 量力而為 量自己的力量去做 將來 你們到了 馬哈雙年始 西方極樂世界 我給你保證 免會 大家想一想 黃金鋪地 當然免費 滿地都是黃金 黃金鋪地 八公得死 所有的房子 宮殿 全部七保守成 全部都是最珍貴 這個在佛華裡面 人間 還是要靠自己的勞力去正經 你只要修行在馬哈雙年始 是用心的事情 心 一個心 一切唯心在 那個時候 就真正的智戰跟任意 好 這是我剛才聽 李苗尚師所講的 第一句的感想 第二感想 他只提到 張學友 張學友 當然啦 人家是 噩心 是心 心 唱歌的 歌 明底 明底 明底是音樂 明底 歌心 歌心呢 它本身的這個 力量也是很大的 它本身是歌的力量 歌的力 還有它本身的一種射招力 照樣它本身有一種射招力 我一直在想 我下一輩子 下一輩子做什麼好 這一輩子是做修行人 修行人 下一輩子做個性 個性 活在這掌聲裡面 照樣有射招力 各親有射招力 影星也有射招力 政治人物也有射招力 当一个很大的法师,大法师,他也一样有色彰 我这一次的这个喉咙不太,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你说你这个吸引啊,这个唱歌 唱歌勉强可以听,勉强是可以听的 那你下辈子你要当歌星一定要喉咙要一起吧 喉咙一定要最好 人啊,也不能像我这样子 像我这样子,就稍微矮了一点 因为我们是童子 我们是童子,当然是矮一点 当然不要做童子,要做大人 比较长得比较高大,比较长得英俊潇洒 如同艺术灵魂 一出场的时候啊,他不用开口 所有的人全部都尖叫晕倒 这个每一个歌迷啊,到时候啊,全部用抬了抬出去 要有那一种力量,但是那一种力量怎么产生出来呢 是要修行 修行会产生一种四招力,很大的一种力量出来 你一举一动之间呢,都是佛法,都是佛法 开口讲话,就会变成百种妙意,出去一种 一动呢,就是一个所应 你的意念就是一种四招 意念产生就是一种四招 所以你修行啊,你不要看你这一次,你修这个法 这一次修法,你纵然这一次不能够得到成就 你来世啊,你下一辈子,你会当张学友 你产生一种力量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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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佛法里面,最讲的是力,力量的力量 如来有十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不可思议的力量,它会产生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学习这个佛法 修密教堂 您,这是很大的福报 我自己这样子认为 你们呢,也可以这样子认为 是很大的福报 那我们等一下灌顶是要灌这个 最速往生,马阿双人士 这个在我们的人生上 这个佛法 这个秘法的力量正很大 但是我们这一次当中我们很晓得 这个人间的一切都是空白 一种空白的力量 你必须要定下心来有一个目标 今天我们中国中有一个最殊胜的法 就是马阿双人士的这个静点 平时你就要练习 我们平时就是要练 练习,练习你的观想 那么练习呢,是做什么用的? 并不是说最速节 你们就很快就一定很快 说在短时间之内 你们就很快就会往生 我们经常在做祝福的时候 经常讲,希望呢 所有的金刚兄弟都能够健康 长寿,永不住涅槃 永远都不会走 但人间呢,做一个老妖怪 这个也不用了 达到这个寿命就可以了 你寿命 人家讲说,哎呀,这长寿 长寿就是一种祝福 我们修这个法也可以长寿 一样长寿 就是最速节往生 最速节就是说 你在一撒那之间 能够到达马哈双年寺的方法 而不是说你修了这个法 就很快的 这个往生而不会长寿 不是,是长寿 而很迅速的到达马哈双年寺 是这个意思 我们想到人生呢 是很泛 就是这个泛 很迅速的 那我们有一个目标 就是马哈双年寺 那么叫你怎么样的练习观想 就是那个观想的方法 一朵莲花 你最喜欢的颜色的莲花 然后你的莲花上面是你 是你自己 那么顺着这个方向 一直飞到马哈双年寺的方向 那你解的手印呢 这个手印是什么 是心所向往的马哈双年寺 所以是莲花手印 双手交双年寺 双手交叉 按在自己的心 表示心所向往的莲花世界 双手交双年寺 结莲花童子手印以后 双手交叉 按在心 按在心 你看很像很像什么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埃及的法老王 金字塔里面的 所有的木马尼 都是这个手印 都是这个手印 你说对不对 很奇怪的很奇怪的现象 世界上最早研究往生的方法 不是藏人西藏杜王金 那是后来的 最早研究往生的 是埃及杜王金 你们从来没有听过 埃及杜王金 他们结这个手印是心想往的极乐世界 很快速能够去 金字塔有那一种灭力 有那一种魔的力 主要的原因 你为什么不想想 他们的木马尼的做法 都是双手交叉 放在胸前 没有人去检查到 没有人去知道 没有人去知道 从来没有人去想到 为什么他的手 是跌这样子 跌在胸前 那是一个手印 是最速决的手印 能够在你临终的时候 很快就可以到达你心中的目标 所以密教里面的方法 在古老的埃及 在古老的埃及 法老王的宙宿里面 他本身就有 心很快的到达的心 所向往的神经 就是这个神经 平时你观想 人到了终了的时候 到了他 时间一到的那一刻 人最迷惘的 你能够结这种手印 就把你的心定下来 依照你平时的练习 你就能够迅速去到 所以我们平时修法是为了什么 平时修法 最重要就是你往生的一刻 那一刻你不能有迷风 不能有幻觉 不能有妄想 把你的心完全定下来 你一定心 依照到光明 你就可以融入 就可以进去 就可以到达你心 所想要的地方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心里想念佛 念你的净土 念你的本尊 看到本尊的光显现 你跟他合一 这个你就能够到那个地方 你不能有犹疑 有迷惑 你平时的练习的定力 一下子全部消失掉 这个就是你自己 懂得修法的定力不够 所以密教理认的 为什么他能够在一世里面成就 这一世当中你就可以成就 因为你平时观想的所有的现象 就在你临终的时候 它会显现出来 平时在观想 临终的时候 它就依照你的观想显现 你已经练习要走这条路很久了 你很快就可以走 你可以放下一心 依照你平时的练习去做 你看到你的莲花显现 你自己坐在莲花显 坐莲花显 你看到光明 一个圆圈的光明出现 你可以融入里面 你就可以到达彼岸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你平时没有练好临时的时候 你会入了迷范的世界 所以仍然在六道里面 依照你自己的贪嗔之的迷范 显现出六道轮回的境界 到时候你进入六道轮回 就来不及了 就不能到达把它双连池 那个时候啊 我想给你免贵 你也没有办法免贵 这迷范为什么叫一世成就法 就是说你平时练好 到时你一步就登天 一步就到来 为什么要叫你一日一休呢 或者一日四座吉祥呢 为什么要就是在练习 就是在练习你最终的那一刻 零终的那一刻 所以今天我们传这个马哈双连池 最速决往上马哈双连池 最重要的口诀在于你的手印 是心定定下心 一心不乱 那个手印就是定心 一心不乱的手印 还有咒语 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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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解 六道 轮回 这个咒语是断解六道 这里面有六个字 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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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力量很大 那种力量 你做咒识的观想 光明一条路 莲花座 你自己在莲花上画 进入光明里面 这个就是 所以速决往生马哈双连池画的 最重要的感觉 你临终一刻 眼睛一闭 光明现前 你平时的莲花出现 你坐在上面 就尽融入光明里面 这个法 你只要修这个法就好 其他的一些什么法 当然是一个补助 这个法你能够成就了 观想清楚 咒语永远记住 手密对了 决定往上 所以 这个密教里面 这个 一识紧脱 一生成就 到底就是在这里 平时你就练得很好 一定有光明出现 你错过这个光明 你还要再等别的光明 你等的什么光明 你自己的本尊 你又错过了 你又错过了 覆法的光 你又错过了 到时候会有别种光明出来 别种境界的光出来 还有六道轮回的光出来 都是很吸引人 最重要的那个光明 你要确认 最重要的那个很强烈 有色召力 很清净 你本尊显现的那个光明 马哈酸延迟 莲花童子 出现的那个光明 你一定要认证 认证 你一定可以完成 他等一下也是给大家做这个灌顶 这个时候灌顶的时候 你要观想 莲花童子柱顶 柱在你的头顶上 然后你双手 你可以结 结这个 莲花童子柱顶 双手交叉 印心 印在你的心上 观想 印心 那么送 莲花童子的心中 这个就是 最速结果 生 莲花童子 最重要的口气 我马云给你 就行了 我给大家看 这个感情 敌人